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9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 經濟話題 包括 中國大陸還有香港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8月23日 今年 是甲晨年農曆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討論 剛剛 是中國大陸 是推出所謂 組合權 Tony也跟大家 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會比較集中討論 中國大陸的樓市 還有 香港的樓市問題 因為 有很多的分析指出 說現在 中國大陸要出招了 又說 是利好消息 早前 不敢詳細 說這個所謂利好消息 原因 不知道到底中國大陸 是不是真的會出招 現在很明顯 中國大陸是真的嘗試 動用新的招式挽救經濟 其實證明 中國大陸的經濟情況 比想像中 是更加嚴重 從三中全會開始 習近平 就好像忽然之間 出現了妥協一樣 他的所謂一尊地位受到挑戰 然後 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似乎不再交給他親自指導 於是 推出了不少 所謂救市措施 不過 下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 就已經能夠 跟大家說了 到底這個人民銀行 所謂 下調這個 存款準備金 0.5百分點 導致 將會有 1萬億人民幣流入金融市場 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香港 除了營來 美國減息 利好消息之外 這個肯定 是中央公佈的消息 肯定當然 算是利好消息 問題來了 到底 銀行 將存款準備金 降低 這是什麼意思呢 同樣地 等於是貨幣政策來的 除了 減息之外 如果 將這個 是準備金 準備金的意思 等於 是銀行 存款 有一個 法定的最低 準備金的標準 例如我的 整個中央銀行體系 100元 我最多能夠 借90元出街 我最低 都要保持著 10元 在我的 戶口裏面 這個就是 存款準備金 存款準備金 將存款準備金 的比率 下降 就等於 可以將 更多的錢借出街 所以 這個徹底是等於 是另一個 放鬆銀巾 的一個方法 就是 徹底是等於 增加貨幣供應 增加貨幣供應 會有甚麼問題呢 增加貨幣供應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貨幣供應 已經一早遠遠超過 這個 是GDP的 中國大陸 明顯地現在根本出現了通縮 你不斷增加貨幣供應 貨幣供應其實已經 到了相當誇張 的規模 因為現在根據統計 中國大陸的貨幣供應量 M2已經超過了 是300萬億 即是說 這次人行降準是0.5% 也會增加 1萬億 整個 M2貨幣供應量 只有 是300分之一 中國大陸其實很明顯 透過增加貨幣供應 是想 將 那個 債務 還有經濟動力 再向上推 就是我們一早所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 跟外國一樣 跟美國一樣 你需要靠 更加巨大的 泡沫 下去 將它 再覆蓋 好了 問題來了 錢 就說不斷增加 但是 債務又不斷增加 整個社會的人都沒有錢 錢簡直就是不知去了哪 這個也是 都是因為其實整盤中國大陸的數 其實 是對不上的 為什麼中國大陸 出現了 好像是宏觀的調控 所謂 是這個貨幣政策 但是 為什麼跟社會現實是矛盾的呢 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有很多數據 跟數字根本 是不正常操作的 我們說回一個 簡單的數學問題 到底當前中國大陸 如果你說這個降準 用來救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到底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總市值到底今天有多大呢 根據2023年的數據統計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總市值 已經到了 400萬億人民幣 你沒有聽錯 是400萬億人民幣 所以 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 你說增加了1萬億 流入市場 那就是等於增加了多少呢 答案 只是 0.25% 0.25% 試問到底 怎樣將面臨 全面崩潰的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是怎樣透過 你就這樣增加貨幣供應 增加得那麼少 去救市呢 雖然 中國大陸出招 那些數字聽起來相當之驚人 一下子說過萬億 過萬億 對於香港來說聽起來 是相當之多 但是不要忘記了 那個 是貨幣供應力 貨幣供應量 一向都相當之大 實際上對於現在 那個已經貧臨崩潰的市場 其實起到的作用 仍然相當之有限 所以簡單來說 仍然是等於中國大陸的減息 減息會出現甚麼大問題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減息就是代表人民幣會出現沽壓的 因為 拿著 人民幣能夠獲得的利息 是下降 即是說 其實對於這個 是要頂住人民幣 是相當之危險的事情 更何況如果你看回過去的 數據 其實 人行出招 宣佈降準 已經 不是甚麼 所謂組合權 已經試過了很多次 你只是看 2022年 還有2023年 其實人行 宣佈全面降準 已經宣佈了很多次 每次都是等於增加 貨幣供應量 即是說 其實 中國大陸已經 用了這一招很多很多次 由2022年的11月 人行宣佈降準 再到2023年的3月份 人行再宣佈降準 再到2023年的6月份 又再 說要下調 國借貸的利息 好了 所以 這些招式 其實反反覆覆 出了很多次 去到8月份 2023年 又是將利息降低 好了 去到 是23年的9月份 又再試過 是降準的 所以 這次說是重大好消息 又說幾招組合權 其實根本 來來去去 是等於是再次重新調整 那個 貨幣供應 而中國大陸就只有一招 就是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 其實如果你計算貨幣供應量 其實香港 的M2供應 也可能有十幾萬億 你總不能期待 就是這個數字 等於解決 經濟問題 其實香港同樣地 如果香港 不是有聯繫匯率 當它可以自己減息 其實你增加了貨幣供應 絕對不代表你可以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 當前 消費信心不足 外資撤離 還有大量移民離開 樓市完全沒有回升 因為普遍的人對樓市沒有信心 再加上香港政府財赤 你增加了貨幣供應 不是等於增加了富房收入的 所以你說和動用資金是去入市救市 其實還是相差相當之遠 簡單來說 這一次的所謂 是 出招救市 號稱有1萬億 流入這個 市場 其實只是一個虛數來的 對於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巨大資產泡沫 其實 能夠 起到的幫助 是極度有限的 而且 對上那一年 做了 是至少五六次的了 即是說這個根本 不是什麼 重大的利好消息來的 如果 是重大利好 即是上年2023年 足足好了五六次以上 所以不好意思 這個除了是老點買家 來買樓之外 是完全看不到到底有什麼能力 去挽救 香港現在 那個 貧磷崩潰的經濟 還有樓市 好了 所以 謊話是沒有辦法給一個數字的 所以 要你細心去看客觀 下的分析 你就知道 這些說法全部都是錯誤的 好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啦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子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中文字幕 李宗盛